喂 聚少華 律政司說這個奪字很暴力 那我們奪加上命 還暴力 隨時可以抓 但說暴力 你夠這個政府暴力? 勒瑞人的血汗金錢 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奪去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 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哪個命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 奪命拉宗 衝奪香港 好 大家又終於跟大家見面了 很久沒見你 上兩個星期回來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上個星期又不在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我 和一班1988年大學畢業的同學 有一個三十週年的聚會 相約大家單拖 就是一班同學 什麼叫單拖 每個都有小孩子有家庭 很多都 不過就不大 那些 然後就自己一班同學 就去了日本的九州 就有一個聚會 在九州裏面 都去了一段 即是有十天的時間 嘩 挺厲害的 對 都很愉快 因為人生苦短 大家想起年輕的時候 中學生也好 大學生也好 你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中學大家穿著校服一模一樣 大學的時候大家上去 吃的東西也一樣 讀的科也一樣 但是三十年之後 變化很大 有時間能夠相聚 就很難得 你提出的 日本是嗎 不是 另外的同學提出的 我看到當然覺得要把握機會 因為人和人的關係 如果你不給時間 或者不努力去維持 就沒有了 就算是香港也好 這麼小的地方也好 有些人可能是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都沒有見過 大部分是否已經沒有聯絡 有些有聯絡 大部分是兩三年才吃一次飯 甚至是四五年才吃一次飯 不過近年來 大家拉近了距離 為甚麼 有些WhatsApp 開了一些群組 Facebook 因為Facebook 你會找一些人回來 對 最主要就是社交媒體 讓大家走在一起 知道對方的動態 有時候PN 給予個人訊息也很容易 證明社會的生產力 一定會加強很多 當然 即是以前 你要搞這樣的活動去 開個群組就完成了 對 你要打多少個電話 你推我 我推你 你做我的AXO 然後又要配合時間 又要配合地點 又要配合行程等等 還未去就已經翻臉收場 然後通常都會打電話 接著就是劉世良打給我 你不要叫他打給我 對 因為他去 我就不去 這些就是社交媒體 或者是現在資訊科技發達的好處 那你有WhatsApp群 就看到劉世良去 那我就不去 對嗎 或者是大家有什麼事 才可以先夾定 即是先表態 大家的期望 因為我自己在九州的時候 都看到盧凱彤自殺的消息 其實都挺感觸的 因為這麼年輕 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歌手 就是因為情緒病 結束自己的生命 更加感觸就是 有很多朋友 我想很多年沒見 有時候 大家離開了學校之後 那三十多年 有很多祭遇 有很多事情 又好又不好 很多時候 有朋友一句話 或者大家出來見面 就真的可以有些幫助 起碼可以放出一些情緒 或者生活 家庭的壓力 工作壓力 這些事情 剛才那位樂隊的成員 他很有才華的人 我就想 會不會因為香港社會 因為他出來出現 所以就接受不了 我想他的情緒 那些人接受不了他 然後他就更加大的壓力 因為他看上去 他經濟上也沒什麼問題 他經常住在碼碼地 家庭人也是有錢的 最後他找到一個伴侶 去加拿大 他第一個華人的女歌手 宣布同志婚姻 他是第一個 對 他比何韻詩還早 他結婚了 他在加拿大結婚 何韻詩還沒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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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出現了 我不知道 這個對他來說是一個壓力 我想未必是情緒病 等於Anthony Bodine 或是co play的主音 或是張國榮等那些 他突然間來那一刻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香港社會 對這些音樂人 是很艱難的 選擇他走這條路 我覺得跟他的死 未必有關 但是在香港社會 你當一個聖歌曲 你不賣性感 不賣樣 賣歌賣音樂 上台就拿著結他 自彈自唱 在香港的社會 是很困難的 我想張國榮的年代 都比較容易 張國榮已經很好 現在這個年代 我相信 那些媒體又很面 除了針對你的花邊新聞 匪民 性傾向的新聞之外 根本沒有人有興趣討論你的音樂 你留意一下現在主流媒體 每次你上台 你就是講音樂 接受訪問你是講音樂 你又不是講一下 我跟誰拍拖 回應一下那些緋聞 這些事情 LESBI人的傾向 我相信 未必說 現在我想 香港社會 都已經接受了 其實我覺得已經 未必說 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 對他音樂的路來講 是很困難 所以他去了台灣發展 台灣你知道 也跟香港很不同 他還有Live House 有些酒吧 可以唱歌 你不一定要埋大碼頭 上大台 玩遊戲秀 等於Beyond 家驅死之前的路 但是始終人家還有一個音樂 所謂的 不是娛樂圈 還有一個音樂圈 還有一個音樂圈 所以他去了台灣發展 相對來說 得到的尊重大很多 也入圍台灣的金曲獎 被稱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搖滾女歌手 當然 但是我相信很多我們這年紀的人 是不認識他 我不認識他 我認識他 因為他突然間自殺 自殺之後才認識他 才搜尋他的背景 他的發展 但是你看到 香港當年家驅了他 有娛樂圈 沒有音樂圈 沒有樂壇 只有娛樂圈 所以你是音樂人 你除了選擇出走之外 因為他也不能回到大陸 你知道黃耀明 何韻詩這些 全部封殺 陳山人海那邊的公司 就是他的音樂單底 都是黃耀明那邊 所以他自己也說過 我看一周刊的訪問 他說就算幫他彈演唱會的樂師 回到大陸也要解話 不是他自己 幫他演唱會彈奏 他是不是其中一個 在雨傘運動之後 他唱一氣舉散 我知道他有一氣舉散 他是不是抽了他的 陳山人海那邊的演唱會 就是抽了他的 直接抽了他的 他當然也站硬 沒有屈服 我覺得 雖然我不是一個 他的支持者 但作為一個社會新聞 我覺得 我這些人是值得尊重的 不但音樂那條路難走 也選擇了現在 現在在政治上 因為大陸已經把市場和政治掛勾 你誰不跪下 或者他不喜歡你 就封殺你 就像台灣的藝人一樣 你已經說自己 祖國在台灣有什麼問題 不行 我正確那天 就是因為這位女士 過世 我才知道 原來她是其中一個 一起舉散的歌手 其中一個唱歌的人 然後我突然醒來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發言 1989年的時候 在淡馬底 黑色大靜座那天 我們群星支持 六四 六四 天安門事件的時候 你看看一個陣容 和雨傘運動的陣容 真的差很遠 甚至是百倍 那時候差不多 我想香港娛樂圈九成九都參加 九成九 不去的那些真的被人欺負 你想想 後來我找到兩個 真是天王幾星 沒有去的 一個就是徐小鳳 一個就是許冠傑 我想退休 還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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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退 當紅的那些 梅艷芳 全部出來了 鄧麗君 譚詠麟 張國榮好像沒有 張國榮好像沒有 張國榮沒有 所以 就算你說這幾個巨星沒有出來也好 你相對在《一起舉散》 即是商台獲得最受觀眾歡迎的歌曲 你只有葉德嫻、何韻詩 黃耀明 只踏過黃耀明 葉德嫻和黃耀明 其實已經是近幾年來 不是太活躍在樂壇上的 尤其是葉德嫻 葉德嫻很少 主要是拍戲 是我們英俊的年代 那時候才唱 我覺得一看這個比較 香港的樂壇 那些人多厭神 當年你出現 除了義憤田 英之外 第二就是 你覺得那個是有市場 你不覺得那個會影響到你的發展和前途 但是你看看《雨傘運動》 找了很多人都不肯唱 當然不肯 告訴你 就算你肯 你的經理人叫你不要 你的經理人肯也好 你的公司叫你不要 那你香港的娛樂圈 就不離來去 他們都是很大的唱片公司 結果看到黃耀明 也要離開原本的唱片公司 一直的影響延續到現在 為什麼要轉戰台灣 有些轉戰 比如杜汶澤 轉戰馬來西亞 黃秋生 也在大陸沒有戲拍 不過現在 現在有運行 大陸抽重稅 你40%多的稅 你那群粉腸跪下來 找共產黨的錢 我告訴你 真的 大快人心 和你分身家 和你分身家 他貼到什麼 他追回頭 Retrospective 對 追回過去那一年 撐你劉德華 你想想 千多萬要加 我告訴你 你這群人 抓緊就命 將自己由人變成太監 由太監 變成低等動物 好了 現在就是共產黨跟你說錢 你出來的什麼 方力申 陳小春 那些什麼 梁烈維 那些粉腸 支持共產黨敬禮 中鎮圖 那些 一樣要磅 你看到現在 你在大陸賺多少 就要徵收40% 42% 差不多要拿你一半 但也挺離譜的 要打劫一件 對 打劫一件 你不如就說 現在這個是什麼 老粒了 要錢還是要命 這樣就算了 你想想在美國 其實美國也不是很重述的國家 一半半 如果是比較全世界來說 那些荷里活的明星 我給你抽 我也帶一條道理 因為他的歌 他的歌聲也好 他的娛樂明星也好 他的巨星也好 其實是全世界的 對 英語是 英語世界的全球市場 我們也有份 全球星的市場 我們也有份 光顧他 那他說 喂 都沒有四 現在我計算了 沒有 沒有全世界 我想是20%左右 現在Donald Trump 還減到最高的20% 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我想是 加拿大那些25%左右 如果是全世界貿易 也是 而且他有很多可以 我們可以提供 然後可以扣 我們可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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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很多 合法避稅的 但是你共產黨 開了一張單給你 你看到煩冰冰 那些被人動 你不害怕嗎 真的害怕 你不是避稅的問題 那時候是坐牢 還有 有 他原來地方政府 我最近才看這段新聞 地方政府原來是有 這個 就是說你的工作坊 建立在蘇州 我又再抽不夠 不是 本來就是 如果你建立在蘇州 我就給你 例如10% 或者7-8% 即是吸引你來設廠 對 你有一個工作坊 我有宇有榮言 你在我那裡 就是說 范冰冰的工作坊 在我那裡 現在可能沒有了 現在沒有 現在已經超過了 即是要再放 以中央為準 全部是以 你用不用的 你告訴我 就是說中央定了42% 你地方就沒得再減 對 你就算去哪個補稅區 也沒用 那刷帳的那些就慘了 大家知道 范冰冰事件 就是所謂的陰陽契 桌面就是一張 桌底一張 即是實際上刷大個數 那這個是fraud 這個簡直是詐騙 如果政府來收稅的話 他就要以你桌面那一盤數 甚至可能找到桌底的那張藥出來計算 其實我知道 以前他們怎樣桌面桌底 因為桌面已經檢查得很緊 因為他有增值稅 而且那張要用專用發票 即不是好像… 范冰事件 為什麼要專用發票 我知道 你在淘寶賣 在淘寶賣 但現在怎樣 他最近有一個系統 整個財政系統 就是軟件解決 對數的 對 全通的資料 為什麼呢 你買東西給我 你提供服務給我 即是你報稅那裡 就對回你收到那裡 沒錯 其實他是困難的 但為什麼呢 例如你有香港 以前他的公司 全開在香港 那怎麼辦呢 你知道我和你也是 自己印象靚靚仔仔的出來 那就是在香港那裡搞 即是把整個收入和開支 其實我們都移到香港 那他有個好處是怎樣 因為你不在香港做的生意 在香港的稅制裏面 你就是外面的 有辦法 如果是這樣 很多年了 這條橋 樂笑發達 這個環球 他那間 炒了陳嘉尚 剛剛他的電影公司 但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呢 你這麽公開的活動 他不跟真的做貿易的那些 即是你說貿易去美國 貿易去歐洲 就是我和你 本來都是在杭州的 現在我開一間公司在香港 即是蓋不到 那在香港 我出張單給你 你付帳 我香港有銀行戶口 但是你這麽公開的娛樂圈的活動 即是很難離岸交易 你全部都在中國國土裡發生 那些事情大快人心 我覺得 近這十年 你剛才說的1989年 那班娛樂圈的人物 跟現在香港娛樂圈主流人物相比 現在的混蛋程度 就比1989年 在香港人種質素的倒退 我覺得已經是 因為前兩天 我見到這個女生去世的時候 我就聽回日氣橙散 日氣橙散 日氣橙散 我就突然想起這件事 只有幾個而已 加一個鄭安琪 鄭安琪還在那裡 鄭安琪還在那裡 鄭安琪也知道 以生細路為名 已經休息到現在 是啊 可能她唱了兩句而已 我經常覺得這個世界 不應該是這樣 等於中國模式 不應該成為這個世界的領導 現在有報應 你們這些娛樂圈的人物有報應 其實我覺得 當下是非黑白 你們有不分 眼中只有利益有錢的時候 共產黨現在跟你說錢 如果你說過去那盤數 我想現在有得震 沒得睡 你以為范冰冰才簽陰陽契嗎 你香港的明星呢 還有 如果她現在這樣追下去 即是由2018年年初 可以追下去 她真的要玩你 其實很容易 因為她有追溯力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怎樣 她如果這樣加到42的時候 即是說她對你很注視 而且因為42 或者之前你是重 所以你才用盡法寶 來瞞那些稅去而已 是啊 肯定是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找幾個娛樂圈大V 來祭旗 祭一兩個就行了 其他人 唯有死死氣 大陸拍劇最多 如果給我 就找陳小春那些 什麼梁烈維 那麼愛國那些 當然是 看看她們有沒有跟足 這個稅務條例 這樣 因為她有追溯力 即是說她現在擺明 就是老粒的 根本是 打荷包的 所以很多人 香港人 實現實得太重要 她經常都以為 我不迴避政治 我不碰 但是共產黨就不會搞我們 就繼續在上面 找食 好了 再進一步 為了找更多食 找更大的茶飯 就主動配合官方做宣傳 現在回不了頭了 香港人已經驗戶他們 你留意到 那些主動幫大陸佬宣傳的藝人 劉德華這類人 最多是不出聲的 她對政治問題回避 她不出聲 但是她不會主動去做這些 不像成龍那樣乾脆 但是現在那些乾脆 我覺得那些乾脆就更慘了 她以為乾脆可以拿著 現在問題是共產黨 敲回燭鋼 那個才是全球最大的社團 那你怎樣 你不給嗎 不給你就找不到食 其實我也覺得奇怪 老共 你說針對大陸 各省各地的企業 那些大筆有一抽 這些藝人 數起來可能不夠 一二千隻手指 為何要突然間跟他們開刀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疑問 為何會特地找這些人 我覺得就是整治軍方介入娛樂圈的手法 因為很多這些電影 宣揚愛國主義文水主義 背後的投資方 都有軍方背景 其中一個保理集團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八、九十年代 即是黃軍 保理集團 即是有投資在電影等等 其實全部都有軍方背景 OK 你搞得意識形態 如果你好人好者 你怎會拿到批文 正常的 讀電影系出身 就算是做了老闆也好 沒有後台沒有背景 你怎樣搞好遠線 怎樣收到數 所以你沒有背景的人士 跟香港一樣 沒有背景的人士是做不到電影這一範的 即是當年我們八十年代尾 九十年代 用槍叫劉德華拍戲一樣 全部都是黑社會夾上馬來 如果你怎樣賣片花 怎樣收到數位 你怎知道票房是堅定留的 你怎樣逼到藝人 藝人簽幾個老闆 你想想鄭玉玲叫做九祖 鄭九祖 即是一天九祖戲 你想想他拍到什麼的水平出來 他拍完也不知道自己成果是怎樣 他拍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拍A的時候以為在做B 在拍B以為在拍C 然後就自己回去演唱歌 原來這部劇是這樣的 對 變了七天先 這些就是當年香港娛樂圈 即是電影業 為何由高峰走向色眉的原因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很諷刺 也看到盧凱彤過身 我覺得多了一個遠色是什麼 就是一個有立場 有看法的藝人 我相信大家很少人去突出他這件事 你看到的 包括他對同志婚姻的堅持 對素食 對環保 他是有很多自己的觀點 不是那些虛弱的 即是我們叫做娛樂圈 食四方飯的那些垃圾 即是你問他 他也是說一些 跟陳凡一樣 說一些Lie to take的 經理人都教了他的東西出來 永遠都是沒有character的 一個舞級出來的 那些歌也是沒有character的 然後就不斷的 而且越唱越差 而且不斷跟電台勾結 不斷的 那些電台也說了 商台播放 本地歌不播放 英文歌 為什麼呢 而且他就可以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 我覺得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 他就結合了大陸那套娛樂圈的市場之後 你發覺就是 其實內地是講關係的 講影響力的 如你所說的操縱意識形態 一定是裡面很有影響力的 正如有些人說 為什麼中國踢足球搞不定 後來 搞極都搞不定 後來我聽到消息就是 其實根本就是很厲害的人都沒有用 就是踢得很厲害的人都沒有用 最重要是 第一你可能會擦鞋 第二你是有水泵 給你的教練領隊 經理人操作 也跟外國一樣 如果你跟摩連奴的經理人一樣 萬聯就會高價買你 因為即使你是垃圾也好 所以萬聯專門買垃圾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有公司 因為他拉奧齊就是 摩連奴的經理人 而拉奧齊下面有其他的 球員簽了 他不是只有一個人 好了 放了摩連奴進去萬聯之後 他就會介紹自己的水貨給摩連奴 起碼你給我三個好東西 你起碼跟我吃兩個 一拖二、一拖三 那些什麼連迪路夫 好了 現在搞得摩連奴無法成績 摩連奴就跟萬聯高層說 我要繼續買人 別人就會質疑你 你去年花了多少錢 因為原來內地的做法就是 尤其是跳水、體操 這些是他的強項 或者是舉重 那些多數會贏 全部都是這樣 靠這個關係 因為那些沒所謂 就是我找你 你一定會拿金牌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在整個足球圈裡面 第一,你不是傳統足球強國 第二,你還在搞同一套東西的時候 那就是最厲害的人 那些人 就只得了的士 可能做地盤 你試過吧 冰冰球隊、楊塞 冰冰球隊也是這樣 楊塞 那個何智麗 豈然退出國家隊 那又來了香港 代表日本隊出賽 被人罵漢奸 記得 叫小山智麗 然後贏了 贏了,贏了中國一個 所以說 大陸corruption 怎麼會唯獨是政治體制corrupt 他是全面狀況的 即是說體位,觸協 一路到這個 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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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由那邊開始 喂,Lancy 那個盤子不見了 你看 全部 你的腳踢到那批鈕嗎 全部都開始狀況的 好了,你層層的上去 我在加拿大有個朋友做裝修的,他是在台山移民過去的 就是Carmen鄉下,同鄉 他告訴我更好笑,在台山裡面的小學 你的兒子究竟是否坐在風扇底也要付錢呢? 在課室裡面 那就是菲律賓的家務 一樣,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是送了紅包,送了禮食給老師 那個貨室裡面只有一把吊線 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裡 吊線的位置大約有四個位置 就是那四個給錢的人坐的 讓你沒錢給的,坐在山卡,坐到門口角 看醫生,你的孩子出生,是不是要進入ICU 不是一個專業決定,是用禮事決定 有些就是沒錢給,放在那裡就輕的 是這樣的 我再比較,荷里活的巨星和香港的所謂娛樂圈的人 你有沒有發覺,荷里活巨星,十個有八、九個 都是一些名校大學畢業的人 真的是讀戲劇,讀電影的那些人 我曾經做過這個比較 因為有一次,我不記得哪一集的《鐵金剛》 有一個女生很漂亮 通常都是搜尋一下 什麼背景? 原來他在University of London的Queen's Mary的高校畢業 這麼厲害,你要幫女郎 大哥 因為我們常常都明白,荷里活 你看電影後面有一個所謂的Casting公司 其實那些是專業公司來的Casting 就是幫人Cast角色的那些 選角 選選角的那些 他有一個Talent的Pool 很多時候那些人半功讀也好 他都完成了基本大學課程 還有很多是專業的 然後可能是讀戲劇的 電影的 他可能是在《Theirter》製作的 即是做劇場的 你做劇場的話 所謂的 做畫劇的話 變成有機會 你看看《La La Land》那部戲就是 那個女生,Emma Stone 他就去讀舞台劇 自己一人都做讀腳戲 後來才得到Casting公司的賞識 因為那場戲沒有人來看 但是Casting公司的人也有看過 所以你留意一下 別人整個娛樂圈的栽培人物的方式 都是一個專業和尊重我 我整個人覺得 盧凱彤這類的歌手 你留意一下 他沒有其他收入 雖然你說他住跑馬地 其實他曾經說過他窮得只有1000元 那就是靠其他歌手請他提起結他 做演唱會的樂手 像是嘉賓 樂手 也是,樂手將也有 譬如陳奕迅開30場 他可以賺一大塊錢 因為他曾經做演唱會的結他手 但是那些是辛苦錢 但是現在人家在大陸開演唱會 都不敢找他 為什麼我這樣比較呢 特朗普當選了之後 你還記得有兩個女明星 第一個就是梅黎史翠寶 第二個就是麥當娜 麥當娜還說是移民葡萄牙 現在還在準備 他說這個 是不是Fuck這個 White House 他不知道是扔炸彈 還是什麼 Blow up 什麼 我忘記了 想想一下梅黎史翠寶 在一個頒獎典禮裡 用了十幾分鐘 不斷在折折種族歧視 甚至乎是說移民的問題 你說我們的荷里活 這個就來自哪裡 這個法國那裡 是來自什麼伊朗 那個是來自印度 他故意的 他很厲害 他會背負責 那些出身背景 大哥你不要看小 你不要說美國荷里活 上一次來香港的 那個阿米亞康 印度劉華聲稱 其實應該是劉德華 叫做香港阿米亞康才對 大哥你看他拍的電影 你有沒有看過他來自PK的利 什麼 他是講挑戰印度的宗教 你想想一個這麼宗教的社會 他是拍的電影 最近那一套打死不離三婦女 講農村女性的社會地位 講過打摔角的女生 他是用電影去改變社會 是 大哥你說美國這麼先進 有任務的 對 大哥商業上 阿米亞康的電影市場 全印度都當他是神 所以我 有訊息 別人的作品是 所以為什麼我在說 就是 例如當年我們年輕的時候 Richard Gere 撐達賴喇馬 不是 你要封殺到現在 大哥他在金像獎 是不是金像獎 奧斯卡金像獎的頒獎電影 大哥公開說 他是達賴喇馬的朋友 是啊 我知道 他經常去達賴喇拉 大哥 他也要看市場 別人有立場 我不要你去大陸市場 我用死嗎 對不對 當然你要去大陸市場 對他們來說 很多 你現在看荷里活的英雄片 有大陸市場就多了十多億 但是 別人有選擇 是 如果我是 強調自己的價值信念 立場才行 我一樣可以賺到吃 是 我為什麼一定要為了賺大陸錢 而他跪下呢 你不就封殺我 是嗎 一定是這樣的 最慘的是 為什麼呢 絕大部分人是這樣 大哥 你看到台灣的人 所以你只剩下幾條 你只剩下幾條 最近聖宋那位小妹 強行說自己的祖國是中國 是不是就是選舉的時候 那個 那個 不知道最近的電影 不知道什麼東西 在大陸上的 那些經理人幫他寫好 幫他發的 那些網民 找回他幾年前的訪問出來 然後抽證他 這件事已經荒誕了 那已經 而且你在台灣更嚴重 那時候台灣總統選舉之前 有一個去過韓國 周梓瑜 對 周梓瑜的女生 在那裡拼著她的字 就是周梓瑜 那個紅旗而已 她不是拼著民進黨 而是黨旗 你也要動她 那個一個中國的符合 你知道嗎 其實清天八日期是符合一個中國原則的 應該是符合一個中國的原則 因為你有力氣 那個共產黨那次 我清天八日滿地紅旗 周梓瑜 如果我的祖國是台灣 我可以指台灣 我可以指中華民國 為什麼我的祖國 不可以是中華民國 如果你承認 一個中國原則的話 是各自表述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是中華民國呢 所以電影的那些藝人 有一件事其實就是 海撒歸海撒 就是政治 但是共產黨混在一起來搞 對 正正就是因為她似著自己現在財大氣粗 我的市場大 你就不要進來 你想想當年 湯圍 因為拍攝那套所謂的《色界》 有少許雙風化 我們來看就沒什麼問題 我們的標準就覺得是小儀科 我們喜歡看劉淑的屁股 她是張愛倫的作品 文化電影 李安還要的導演 你當年《色界》基本上那本小說 都應該有在大陸有售 我記憶所提到 張愛倫這麼出名 大佬 寫愛情小說 大佬應該差不多做文學家 那樣就是 理論上 但我覺得你沒有辦法 你永遠都沒有辦法 成為這個強國 我告訴你連印度也不如 真的 印度的電影 我都說 別人說上一次 阿米亞卡那裡 正在挑戰神棍 印度教的神棍 你知道印度宗教的問題是很敏感的 總性制度 男女平等制度 男女平等的問題 他們全部都在觸碰 印度最敏感的話題 隨時會被人暗殺 但是別人覺得賺到錢 他們來香港接受 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 他覺得賺到錢 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動社會改變 你看香港 沒有一個導演 反過來 真的出來支持香港本土的人 就被人封殺 其他人就不會幫他們 你想想 就算 你比較當年0371 OK 也有 例如邱禮濤 張彤祖 張彤祖 陳家上 那些出來 那些出來是頂的 後期真的沒有 完全不見到 尤其是在雨傘的時候 每個人都縮了去 老實說 你叫我都會背 杜汶澤 黃秋生 葉德閒 葉德閒 林直 周博言 周博言 也算是 音樂人 鄭安琦 何凱彤 何凱彤 黃耀明 黃耀明 這全部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你想想 以前有一個年輕人 叫張敬軒 當然 也不行 也要跪下 他那時候就是反對國民教 被人搞 一樣被人搞 本來他原來很出名 因為他反對國民教 我才認識他 但現在又反過來 因為政治事件 才認識那個明星和歌星 你想想多大劑 這個你慢慢會 雙管齊下 毀滅香港 你硬件就是那些 紅線論 這方面不能說 那方面不能說 軟件就是 用自己的經濟實力 市場力量 來讓你那些人 那條紅線越收越窄 紅線就是 港獨而已 但另外 桌底的紅線 其實還窄 它不單止 你沒有沉默的自由 你不可以說 我的祖國是甚麼關係 不可以 你一定要擁護共產黨 你要答得很快 對 而且你要答得很快 要衝口而出 都說了 大陸那些人的質素是低的 你想想 他要求的事情是超過的 那時候那個做甚麼 《義不容情》的男主角 叫甚麼 溫少倫 我最近看 不知道是誰 在分享他那篇訪問 我大哥 很噁心的 你這麼肉麻蕩有趣 他一向都是 很多年 靠這招賺錢 大哥 你97年之前 你填 Hong Kong 我也填過 我沒事的 你需要這樣作個故事出來 他說是Country 是不是Hong Kong 如果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填香港有甚麼問題 接著你的PASSPORT 他會給你填 你當然是填BNO 或者是BTTC 然後填號碼 你不要作這樣的故事 我越想越不對勁 我好像也是這樣填的 97年之前 我拿著BNO的時候 有甚麼問題 就是 那有甚麼問題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不要說大陸人賤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賤人 你老作的故事出來 他又說到七情上臉 他又說到 好像想哭 因為他要配合大陸的市場 大陸市場 其實是很低水平的 那些人就是一些LOSER 你問我 甚麼LOSER 才會超過的外國主義 民粹主義呢 甚麼人 就是LOSER 因為有學識 中產的人 是沒有興趣的 對 我真的沒有興趣 你要PLEASE那些人 那些觀眾 那些所謂的粉絲 是甚麼人呢 就是那些四五線城市 那些江門市 惠州市 那些LOSER 那些人一輩子都不會去大城市做事 只是通過互聯網打飛機 所以他們就是 那些五號 不是五號 真五號 真五號就是收錢 那些是假的 那些就是真心交 其實你只要研究一下 所謂的粉青真心交的背景 的資料 他的資料 他自己的 即是Demographics 的資料是甚麼 你就知道 大部分 我看過一個哈佛的報告 除了真五號的公務員之外 就是那些收錢的 另外那些粉青是甚麼呢 小粉紅也好 要不就是共青團 要不就是在那些四五線城市裏面 名牌大學讀不到 名牌大學那些不是粉青 那些只顧著讀書出來賺錢 那些是很正常的 是的 讀完 入完之後再駁路去美國 然後賺大錢的人 我最近這兩年 都有接觸他們內地的所有精英 不是那種 完全是很聰明的人 以及很資格 好像怎樣呢 就是我們七八十年代 即是廣大畢 講大畢的人 他最多就是 不會跟你涉及這些問題 但是你說的時候 因為你都會說兩句 就是他不出聲 不出聲 或是不表態 他不會跟你聯絡 他不會聯絡的 或者是笑一笑 是的 他不會聯絡的 所以那些真正的 被共產黨動員 所以你要明白到 習近平的政權基礎是甚麼人 就是盲無 我告訴你 跟紅衛兵年代是一模一樣 就是劣幣驅署量 是的 是劣質的人口 就是那些四五線城市 讀實用中學 不能上大學 然後出來做信封速遞的人 唯一的寄託就是 他騙是甚麼會騙呢 不是就是民族主義 就是欺負 就像魯迅所說 即是阿Q正傳阿Q 不是去敲小尼姑的頭 他是專門欺負那些 給他弱勢的人 Loser是沒有辦法欺負那些 給他強勢的人 接著就說謊 在那裡吹大聲 吹一吹一吹一吹 越說越謊 說自己是這個革命黨 然後被人殺鬼話 他覺得比不上他的人 他不會去挑戰他 他只是欺負那些 是他看不起的人 是Loser看不起的人 而在互聯網裡面 這個就是助長了他們這種極端行為 因為互聯網就是不記名 亦都匿名 他亦都因為這樣 而為自己強勁 你想想他是一個Loser 每天都在送信 送的淘寶包裹 他上網的時候 他變成另一個人 因為他可以群起指責 周子瑜 群起動這些 何韻詩 然後令他開不成演唱會 他就很興奮了 你說這個現象 跟香港的 一樣 熱狗 有些本土派那麼像 你講到 這個其實是有研究的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不想用你的詞 去描述這些人 或者去分析這些人 其實有書說過的 你用Loser這個詞 有時候好像階級 台灣叫做鄉民 鄉村的鄉 OK 即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很大部份 或者叫做陰翼 叫做老蛇 深陸的全部都是這樣的 其實他是另一種民族主義 深陸的 即是民進黨的 基本勇膽 我不是說他淺陸的 即是他贏總選舉 要Winner Takes All的時候 他有二十 甚至乎是十五到二十左右 是很深陸的支持者 這是基本勇膽 這個不是階級歧視的問題 因為如果做了一家 很容易就說我們歧視低學歷的人 因為民粹主義的動員 必然是跟理性的常識相對 對抗的 因為民粹主義是靠情緒口號 你不要搞這麼複雜的 極端本土主義就是 你只要劃分他是不是來自大陸 那就可以了 大陸就是蝗蟲 就是地獄鬼國的人 你想想 你不需要這麼複雜的論述 所以等於愛國主義一樣 共產黨那一套 他說在老子的地盤賺食 就扎老子的窩 所以很多時候 在那裡吃 在那裡窩 所以很多時候說 內地的假五毛 或者是真心交 其實跟香港 前一兩年 相通的 其實他們兩邊都是極右翼 等於民族主義 對呀 共產黨的支持者都一樣 所以互聯網 跟社交媒體 跟民粹主義有關 那時候我特意去Youtube 找一下 Donald Trump的競選集會 嘩 在場外又打架 在場外又打架 試過撞車撞 反對的人 不會聽 撞死了的女生 真是很誇張的 你怎麽指 Donald Trump也好 土耳其的埃爾多安 普京的支持者 一直數到 你不要以為 歐洲文明社會 荷蘭極右上台 奧地利極右上台 這些全部都是 一個反新移民 一個口號 你以為這個民粹現象 唯獨是中國大陸 唯獨是香港 當然不是 是整個社交媒體革命 所造成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因為以往 他們的政治主張 是進不了主流媒體的編輯眼中 因為那些 要不就是東岸的精英 來自波士頓 來自哈佛 去主管紐約時報 和華盛頓郵報的編輯部 那些意見 兩者就放在垃圾桶 雖然我很多時候 拿這個例子就是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明報的自由論壇 我們很辛苦 才吃到那篇文 登上都不知道多貼堂 可能開心得成天 現在用什麼 在這裡吹幾句口號 然後拿兩下文粹 這樣就寫一篇文 還有幾百字 專欄也不用 文字更少 以前我們要 整篇的結構要怎樣 我大概的論述要怎樣 我基本點是怎樣 然後要找一些理由出來 即是像無似樣 然後你又要捉起時事 要不然你無端寫一篇文章出來 有論述也沒用 無端講來做什麼 而且現在你變成了一個圍爐取暖的世界 你現在等於人們喜歡聽一些熟悉的東西 所以你的左膠 為何那些文章沒有人看呢 例如陳景輝那些沒有人轉載 就因為太長了 你明明是第一個問題 那時候說毒媒 我說 因為我掃的電腦 最多是掃兩下 即是掃兩下 撥兩下都還沒完就不看 你看不到 所以我就說這個左膠先天的問題 很多人問我有什麼辦法 可以對抗現在的文稅珠 第一寫文寫得比較短 真的嗎?我通常寫一千字左右 就算寫書評我都寫一千字 是 結論先行 把結論先寫在頭上 還有那些結論 論證過程放在後面 千萬不要學馬惡 前面論證後面才結論 因為去到結論的人都不看 已經是 還有結論寫在標題上 千萬不要用問號的標題 因為別人一看標題 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如果用問號的話 譬如董建華是乾弟媽媽 這樣不行 你應該說董建華正乾弟 那就行了 那你的結論先行 看了那三百字 那些人就在後面論證 不看就算了 即是那時候好像你一組一仔 你最重要其實是個領域 是個領域 是個領域 還有一些 caption 因為你的 caption 那些圖 接著加個領域 就構成了個訊息 那我就有心機追你那裡下去 是的 論下去 即是走你那些位置 所以我就說你現在民粹當道 很多人以為 共產黨的政權不穩固 我覺得不是 很多人也上一次說 廢除個人崇拜 去雜化是因為逼供 當時我在加拿大也說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習近平的把戲 是先避一避 以免被封頭 對 以免因為貿易戰而被指責為 獻起貿易戰 因為民粹主義 獻起貿易戰 因為民粹的基礎在民間 所以 在整個貿易戰裡面 他對外說的話 就很克制 很理性 說回一些人話 也說我不是要挑戰美國 不是要拿世界霸權 這些事情 是的 他說的內容 因為很簡單 那些東西不會回到內面 是的 裡面是另外一套 環球時報那一套 好像阿安 先休息 先休息 先休息前 叫大家 我不在那時候 沒有什麼人捐錢 大家按錢 好 到了這個時候 又到了月餅的季節 我們的嘉倫金月 就是推出了五年 就是有口皆悲的 我們這個八粒裝的兩款嘉倫金月 無論是奶黃金月 還是流沙奶黃金月 都是賣288元 那個特價 你現在買月餅券 去到某段時間 都是208元 為了慶祝五周年 有驚天地一位神的貢獻 就是買一盒 是送金昌宇冬陰公湯一包 每買三盒 就送這個 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 每買五盒月餅 就送這個大煮系列 去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 是非常受歡迎 這個包汁 會海參 不是普通海參 是療心的 有釘 這麼大一條的療心 花膠不顧鵝掌 我們的食品工場 研製已久 原隻脆皮BB豬 每買十盒月餅 送一隻這隻豬 還是你指定的時間送去 不過你要預早預約時間 這個基本上是限量版 這幾樣 我們都是預備 你們拿來過節的 你請老爸老母 或者趁家 或者外父外母 來吃一頓飯 是不是很有排場呢